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雄的地下室 这里就是大雄的地下室啊 因为工作关系现在这里拍摄 我们这期讲的是什么呢 钢织炼金术的作者 荒川红涉嫌如花 牛一回应 解是故意的 大家老是在我的频道看到我啊 其实我是一个职业 是一个画家 漫画家 要说呢 漫画家其实是一个高危职业 很多的漫画家 尤其是在东亚某国日本的漫画家 很多都是过劳死 60岁不到呢 就英年昭逝 这样的很多 例如金敏啊 是一个著名的动画导演 46岁就去世了 三虎剑太郎 54岁 就是那个烙印战士的作者 今年去世的 机器猫的作者 腾子F不二雄等等 还有很多很多著名的漫画家 都有非常严重的健康问题 你比方说 这个我的很多好朋友吧 很多就不提的姓名了 无论是韩国的 还是日本的 还是美国的 还是欧洲的 欧洲的相对好一点 法国就比较创作的节奏比较慢 比较自由 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这个死于言论 我刚才说到法国嘛 2015年 法国这个 纽和查理周刊 一乌兹漫画家 都死于恐怖分子的枪下 那些作品呢 哪怕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 就会分分钟面临这种死亡 这是一件很 这个很悲伤的事情 我今天呢 就要说的是 钢枝炼金树的作者 荒唇红的 辱华事件 钢枝炼金树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部漫画 后来改变成动画 在中国非常流行 故事发生在一个 炼金树相当发达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的炼金树呢 是以理解物质的内在的法则 它分为理解分解再构造而成立的 进行炼金树呢 必须按照等价交换的法则 为了获得某种东西 需要以同等的代价进行交换 如果代价不够的话呢 便需要以自己的任何部分 身体的一部分呢 记忆等等被作为代价来填补 而被拿走 这个爱德华和他的弟弟啊 十分思念 他们还在小的时候 就已经亡顾的母亲 为了再次见到母亲呢 进行了炼金树中最大的禁忌 就是人体炼成术 可是因为炼成时的反噬 爱尔泽呢就失去了全身 爱德华呢就失去了左脚 为了换回弟弟呢 爱德华牺牲自己的右手 作为代价将弟弟的灵魂 炼成 并将弟弟阿尔冯斯的灵魂 固定在一个铠甲中 从此 爱德华和阿尔冯斯 就为了取回他们所失去的一切 开始了踏上 找回自己身体的旅程 这个漫画啊 也快有二十年了 影响了从八零后到零零后 荒春红呢 是一个女性的漫画作者 人称牛姨 因为她从小就在北海道的农场长大 特别喜欢奶牛 也把自画像呢 画成奶牛的样子 她的漫画作品呢 大部分是那种温情的 关注小人物的 有人文关怀的 也有恶搞的 她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 那么一个左派的女性的思想 喜欢动物啊 喜欢世界和平 环保主义者 常常被拿来和直男这个建山创来进行比较 看过我们以前的这个经济的巨人节目的朋友知道啊 建山创是一个有点军国主义的右派分子 那么这一左一右两大漫画家可以说是近二十年日本漫画的顶梁柱了 啊 闲话不表 我们来看看这个牛与辱华的作品是什么 叫做雷电十八号 是从2005年的在Sunday GX漫画杂志首次刊登 为不定期连载的短篇搞笑漫画 于大约十一年前连载完毕 故事讲的是一个女科学家叫丽花博士 她可以把死人尸体进行改装 让她复活 而男主角呢 脸上长着一个拉链的就是弗兰克斯坦 又叫雷电十八号 这个弗兰克斯坦的是大诗人雪莱的夫人 玛丽雪莱 最有名的科幻小说科学怪人里面的人造怪物的名字 很多人看过这个电影 这两个人不知道怎么混进了大英博物馆 博物馆里啊 有各种名人的尸体 包括希特勒 斯大林 撒切尔夫人 然后这两人呢 一顿操作把这些名人都复活了 闹得激情不宁 然而另外一个人扇载了他们的技术 把一个中国的名人复活了 这就是哪位呢 名字我就不提了 大家一眼睛能看出来 这就是这位毛腊肉先生 内川传统的北京比基尼 搭配中山装 脸上贴个符 一看就是港产僵尸片的文化遗产 符上用中文写着 请问厕所在哪里 据说啊 牛姨多年前去过中国旅游 当时的强国很难找到厕所 以防万一 就像导游学了一句中文 以备不识之虚 牛姨多年来啊 念念不忘 于是就把这个 唯一的一句中文写在了符上 请问厕所在哪里 而且毛腊肉先生 很快就被打败的时候 还大喊了一声 大跃进 可能相当于 街坝里的好有根 其实这是啊 已经完成连载 十一年的老漫画了 今年六月呢 出了单行本 是一个短片 只有一册 这一下就掀起了轩然大波 各种地坝出征啊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啊 把牛姨和出版社骂得狗血淋头 留言包括太令人失望了 再见 荒川和出版社编辑部 应立刻用中文和日文谢罪并说明 画漫画的人是故意卷入政治 是不是有头脑有根 当然就是一片小粉红的怒骂 我们已经吸引回场 可想认知了 在一片骂声中呢 牛姨非但没有道歉 还在漫画杂志月刊Sunday的七月号 刊登了最新的访谈中 透露出 当他在画钢筋炼金术的时候的 第三画的时候 在那时候 中国的盗版已经很猖獗 他为此感到很苦恼 很想画个 让那个国家不敢出 也出不了盗版作品 牛姨的防盗技术 很别致啊 终于正版了 也卖不成了 那为什么11年前的这个漫画 今天会被翻出来辱华呢 我认为啊 漫画没变 是时代变了 11年前的中国 那时候还有一种人叫做公知 比如当时的这个李承鹏啊 韩寒啊 和五毛各占半壁江山 可是现在呢 公知已经消失了 网络上都是大小五毛 大五毛 小五毛 小五分 连胡编都骂成了公知了 可见这个社会 就变得右边左 不知走到哪里去了 连当年那个白衣飘飘 书生义气的高晓松 都割了蒜眼皮 开始唱红歌了 可以这么说 大部分中外艺术家 按照今天的标准 网上查30年 终究难逃不了入华 我知道 我身边的年轻的朋友 像《甘金炼金术》的粉丝 还是挺多的 以后再看牛衣卖画的时候 要小心身边的 悠行所大侠 当心砸你脑袋 咱们砸日本车去 如果批评也不被允许的话 那么沉默将被认为是居心叵测 如果沉默也不再被允许 那么赞扬不过卖力将是一种罪行 如果只允许一整声音存在 那么唯一存在那个声音 就一定是谎言 我是大雄 这里是漫画家 大家记住我啊 我饿了 hungry 不住了姑姑叫 I can hear 我饿了 我饿了